这里是美国Vo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西方媒体报道 中国政府打算开展与西方更加有效沟通的造势活动 国务院新闻办已经听取了五家国际公关公司的初步推广报告 分析称面对中国公司在海外被严查 国内打压意义和南中国海紧张的加剧 中国政府洗凭国家形象的打算应运而生 那么走国际公关路线能否如愿给国家形象洗凭呢 国家形象看好取决于哪些因素哪些才是关键 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 仍然是时评人士何清烈女士 以及在节目现场的美国家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一良博士 我们继续欢迎两位 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请拨打免费热线400120-0551 提出您的问题 同时也发表您的评论 首先第一个问题 何清烈女士我想问您就是 关于这五家公关公司的情况 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这五家公关公司都是国际最著名的国际公关公司 那么都在美国 其中有一些比如韦达吧 和中国还有个很长的合作历史 最有名的就是2008年承担了奥运的形象设计顾问 那么就是负责这个中国向外面宣传奥运的理念 那么所造国家形象 中国政府呢对他的工作还算满意 后来呢在这个上海四国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大的都曾经请过伟达 但是呢这一次的主题是两条 第一个呢是伟达以前做过的 就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以前没做过的 就是帮助中国的媒体设计新形象 然后后面这一点挺有意思 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外宣这个词 大外宣呢是从这个2009年中国呢 投注了好多资金 在外面呢打造的一个形象工程 那么就是主要就是为中国所造好的国家形象 为中国政府呢所造一个好的形象 既然现在已经要请这个伟达公司来重新设计 这个媒体的新理念新形象 就说明了大外宣是失败的 他们要重新寻找这个出发点 这一次几个公司呢还暂时没有签协议 因为如何让这个外国的媒体 配合这个中国政府的形象需要 我觉得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任务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政府过去呢 这些年来打击的那个所谓境外势力 实际上外国媒体是省担其冲 那个北京那个外国记者协会吧 每年都公布一下有多少外国记者 在中国呢受到打压恐吓侮辱 有的还有肢体冲突 那就是警察殴打他们吧 当然可能比殴打国内的人要客气一点 但是呢这在外国记者看来 已经是一个很重的伤害了 那么这些记者已经处于被侮辱 被恐吓的对象 他们当然不可能写出 让中共满意的那些歌功受得的东西 他们就会如实写出自己的遭遇 包括这个他们想采访的东西 如何遭到中共呢 怎么样过滤怎么样打压 所以我觉得这个任务是相当困难的 好谢谢何女士 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刚才呢 何女士谈这个中国2009年开始 这个大外宣的显然 从现在来看的他是失败的 那么实际上呢说到他失败的 是不是还可以说 他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呢 让这个世界上更加清楚的看到了 这个中国政府他本身的这个运作的方式 以及呢他并不是那么 就是想让外界看到的东西呢 对我首先我同意何女士刚才讲的 就是说他自己已经自身意识到他的失败 所以他才有必要请这个国际公关公司 来包装形象 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国际形象 他自身就很好的话 他用得着包装吗 对吧 假如说你是像当年改革开放那样 就是说你整个的这个国家 每天都在进步 这个国家的这个整个的氛围 就是天天朝着正确的 朝着好的方向在发展的话 那老百姓的民心所向 还有这个整个国家社会形成的那种正气 就是会引起国际媒体的这种赞扬 用不着你花那个巨额的经费去包装它 讲到这个大外宣这些包装的话 你可以看到很多失败的例子 比如说在纽约时报广场 长期的那个打那个广告 花那么多的钱起到什么作用呢 另外他办了那么多的孔子学院 他也是想搞大外宣 但是孔子学院在很多地方遭到了抵制 而且背离了原来的这个传播真正的语言文化形象的这样一个宗旨 实际上就是把中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其他西方国家 所以这些都是失败 另外呢你这个打压这个维权人士 言论上搜紧这个封锁互联网 各个方面的这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在败坏你自己的形象 那么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青春少女 他每天他都展示出一个美好的东西 他用不着涂脂抹粉的 如果他已经是就是说整天过着不健康的生活 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容貌已经糟蹋得很糟了 你用多少多厚的粉纸值 用什么样的化妆素 甚至整容你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 那么讲到这个中国这个大外宣呢 现在在国际上想搞这个形象工程呢 他是说要展示自己的软实力 那么您认为这个中国究竟有哪些软实力 那么中共他又认为他的软实力在哪里 他们经常讲的软实力是要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 但是恰恰是中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的 已经是连这个人伦底线 连最基本的这个传统理念 伦理价值都被他们破坏了 另外再讲到就是过去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一些文物 一些好的东西都是在共产党统治的这60多年里边 基本上把他们都消灭的就是毁灭的差不多了 就连故宫里边我们现在动不动 就是有些人所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 在西方国家只要看到了中国的文物都非常的愤恨 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一次看到 有一个中国的中年妇女在那大声的喊叫 说这都是咱们中国的东西 他们外国人把我们偷来了抢来了 我们要把他把他全部要回去 他其实非常的可笑 因为没有这些国家 不管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取得的 如果不保存到今天保存的这么完好的话 他根本没有机会看到这些文物 而这些文物如果中国人自己保存 有很多都被毁坏掉了 故宫博物院里面现在有很多的文物 就经常被毁坏 甚至他都不敢向外界公布这个毁坏的情况 那么在台湾的这个故宫博物院 就保存的非常的完好 还经常有机会轮载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文物放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比放在中国的故宫博物院要更好 但是这一点呢 经常我们大陆的人就马上就这种情绪来了 就说应该把他们拿回来 拿回来我们自己保管 好 谢谢夏教授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 与此同时请大家继续拨打400-120-0551 福建的陈先生 您好 喂 您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们中国政府的形象现在是确实是很不佳的 可以说是国内矛盾重重 国外四处疏敌 那么他现在中国政府给人的形象就是 反对自由民主 反对普世价值 然后打压言论自由 还有就是逮捕维权人士 那你说这种这么高高的形象 难道是靠在国际上撒点钱就能挽回的吗 很显然这肯定做不到的 我不相信这个请这个国际公关公司来搞这个公关 就能把黑的形成白的 如果要改变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家形象 只能从改变这个国家的制度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国家形象 谢谢 谢谢福建的陈先生 湖北的张先生 您好 你好 首先我纠正一下 这个中国的形象 不能代表共产党的形象 应该说共产党的形象 在国际上会形象 像那个什么样 像厕所里的砖头又臭又硬 你看共产党到现在从古到今 都是把那过去的历史 虽然高大上把别人的党牌都变得低丑热 是不是 它现在的国内情况 是不是 贫富差距那么大 这个腐败那么严重 是不是 还在说自己如何如何好孩子 尤其是光明党 正确党 伟大的党 台湾那些都是垃圾党 美国那些党牌都是垃圾党 就它一个自己是高大上的党 所以说这个共产党 他一天不垮他呀 老百姓真是深入旗鼓 他现在是什么 共产党是什么 共产党人是什么 共产党都是马克特主义的孙子 你们说对不对 所以说那个共产党呢 你们要靠那个什么 要靠那个八国联军呢 要像那个八国联军那样 要联合起来把它推翻 如果说你靠和平来演变推翻呢 那不可能 那共产党呢 你看厕所你的砖头又臭又硬 好 谢谢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 你好 你好你好 我觉得中国的形象再坏呢 也比美国的形象好 美国呢 现在对外界一直就武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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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非常的迷信武力 结果美国的武力造成了什么呢 造成了西亚北非 造成了前苏联和东欧的这些国家 政治动荡 经济崩溃 民生交臂 国家分裂 战火纷飞 谢谢 再见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广西的彭先生 你好 广西彭先生 您在线上吗 好 何女士呢 刚才这位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 就是说美国呢 给这些西非东欧这些地方带来了负面的效应 您赞不忏痛 第一他说的不是事实 因为这个莫里发革命发生的时候 美国都不知道 一直迟了一个多月才做出反应 支持这个莫里发革命 所以你要说是美国策弄的 或者是他造成的 我觉得他还是在重复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那一套 我想呢 简单的说一下 共产党呢 为什么要搞国际 要请国际公关公司来包装形象 是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他是集权政治 集权政治呢 特别相信这个宣传的魔力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国际那句著名的话 反话重复一千字变成真理 那么共产党虽然没这样说 但是他是这样做的 也这样相信的 第二点呢 就是他误解了软实力 软实力的提出者 就是那个哈佛教授 就是焦恩·拉比 他讲的就是 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 除经济军事之外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力 那么也可以解释成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那么中国呢 就这个意识形态 他自己认为是有影响力的 其实呢 是过去这些年 是从中国模式到北京共识 一直试图向外面推广 但是呢 到后来都遇到失败了 除了他呢 因为他的模式 就是金钱加上这个大外宣 他把这个蛋腿软实力 偶然取得一点效果 比如给委内瑞拉好多好多钱 那么委内瑞拉就开始了 就是查韦斯 就写一篇长文章 占言中国模式 但是委内瑞拉事实上也没有接受中国模式 最后还赖了中国的债 赖了几百亿美元 所以呢 我觉得中国这个误解呢 是那个的 是很深的 你要共产党改变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一条 共产党现在呢 对内的制度信用不好 大家已经对中共制度非常厌习 希望尽快改变 那么就是对外的是国家信用不好 就是恰好这位刚才最后这位先生呢 批判了中国的那个 喜欢在外宣言要武力啊 其他批判美国 实际上是世界认为 中国喜欢宣言要武力 那么中国呢 对周边国家的那种 咄咄逼人的态势 造成了周围国家不安 然后呢 对内来就压迫人民 然后制造了不少人权灾难 所以我觉得呢 反正包装呢 是黑的说不成白的 丑的说不成美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白发钱的工程 好谢谢 那夏教授我想问您 就是说呢 说到这个 这次的这个形象的包装问题 那刚才何女士也谈到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颠倒黑白 那么实际上呢 他在这个 这里头他是讲说 这个中国呢 是和西方存在这个沟通的问题 他希望能够跟西方好好的这个沟通 那么还有呢 就是西方媒体对中国 有这个不公正的这个报道 那么关于这两条 您觉得他这个前提里是有 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误区呢 首先我想再回应一下 刚才听众的这个提问 湖北的这个陈先生讲得非常好 就是中国的问题 关键在于制度 制度不改变的话 你形象包装是没有用的 河北的李先生呢 他这个对美国的错误的认识 那个断言是非常可笑的 因为他对美国的了解 都是通过人民日报 新华社 CCTV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当然他以为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很好 实际上他如果在一个国际的这个范围里边 他去了解一下 美国在国际上受到的欢迎程度 和中国受到的欢迎程度是什么样的 他应该搞清楚 另外呢刚才你讲到了 就是说有人认为美国的媒体 也有一些不客观的 中国他是这么指就指称说 西方媒体对中国有不公正的报道 对那首先我们问 什么是公正的报道 公正报道的前提就是公开透明 允许各种言论的这种交锋 拿出事实 就拿出证据来 但是中国呢 都没有给这个西方媒体这样一个机会 凡是有批评言论 就把西方记者呢 或者是不给他们这个机会 或者就不给他们签证 反正批评的就是不对的 对批评就是不对的 然后呢他经常说西方记者这个误解 或者造谣 那么他又不愿意公开 这个政府你所拥有的这个数据资料 比如说过去呢 那个就连拿天气情况来讲 美国大使馆自己公布的PM2.5职 是为了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健康 结果新华社呀外交部 都把人家说成是有意的 在污蔑中国 到后来呢 在现实中他不得不接受了 最后呢他们自己搞了一个PM2.5 所以这就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自己你这个形象是非常可笑的 你想把别人抹黑结果把自己抹黑了 实际上呢就是中国一句老话 就关于批评的意见 所谓的这个良药苦口 对不对 就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你必须要听到这个批评的声音 对另外要补充一点 就是媒体永远都是有观点的 没有观点不叫媒体 但是呢有观点的这个前提 就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 你如果说西方媒体不公正不客观 那么你把客观公正的 真实的那些数据资料公布给大家 如果是获取资料信息比较容易 大家很容易去跟各方面的人士去接触 他们就能得出一个比较全面的 相对公正的这种报道 总而言之就是不能藏着掖着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各位观众听众有哪些话要说 河北的刘先生你好 请讲刘先生 有一个问题我请问下教授 你说美国的形象比中国能好到哪去 美国的天天在世界上杀人放火 那卡扎飞是腐败分 这个问题我连听都不想再听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显然是建立在中国的官方的报道的基础之上 好的谢谢河北的刘先生 接下来位是天津的张先生 好我现在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我这个说到国家形象 我觉得这个政治层面最代表国家形象 第一首先你这个习近平的什么总书记也好 国家主席也好 你怎么产生 你这个东西也让人家给宣传宣传 另外一个人家外国会问了 你一个国家主席弄了十好几个组长 你这十好几个组长 那你那个总理还干什么 总理你去领导谁啊 对不对啊 总理干什么 你们两个人是一个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李先生和河北的刘先生 我这些人我都 这些人最好你们别听美国之言 你们还是听那个 上新闻联播那去耐听那个 耐听那个给你们这种选择 你们在这里这是自由的 这个中国这个连这个新闻自由 人家的言论自由 这也让人家这个美国这些都也给你公关一下嘛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明白您的意思 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陈先生 你好 你好 请讲 我很喜欢这个夏月亮教授还有那个和平先生啊 张立凡先生啊 这些人是我特别尊重的人 美国之间的每一个人好像你的每一个的好像主持人啊 这些我到街上都可以认识得到 那个 好谢谢浙江的陈先生 感谢您的支持 那么和谐烈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 关于这个中国政府他的这个大外宣 以及这次的这个即将开展的形 这个形象改善的这个公式呢 实际上这个中国政府对西方的已经有很大程度的这个渗透 像是包括 广播电视报纸这些媒体啊 还有对西方智库的这个影响以及呢 对在公司投资这个并购这一方面呢 有很多这样的形象的这样的行动 那么在这方面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这个观众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过去控制这个海外的华侨 中国政府呢 已经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经验 这就号称统战三宝 就是华文学校 华人社团 还有华文媒体 所以现在呢 华人社团 基本上共产党控制 华文学校呢 由中文学校再变身为孔子学院 也由共产党控制 那么最后呢 那个这个大姐也知道 华文媒体 除了美国之音啊 还有这个法馆 德国之声 BBC几家中文媒体之外 其他的华文媒体 基本上大外宣产物 但是共产党如果想把这一套 用到这个西方世界呢 我觉得就没这么容易了 过去还是这样做的 新华社在美国开设六个点 他聘请的都是这个外国记者 就是美国 英国 欧洲 那些国家 本土的记者 理由是 只有本土的记者 才能写出 本国受众 爱看的东西 但这些记者 做的不成功 是因为他们的理念 跟中国政府的那个宣传理念 格格不入 他们尽管努力去 是迎合这些 要求工作 但是最后呢 一般的干到两年就辞职了 然后出来写一篇东西 讲自己的工作经历 这种事已经发生好多起了 那么就是 而且共产党又还错误的 把他们过去 在美国法府科街 雇请几十家那个 公关公司 比如基辛格的那个 法律顾问公司 去游说美国证件 这个东西呢 拿来放到这个 国际公关公司 这个是个错误 因为那个游说公司吧 他游说证件 是有特定对象 特定事物 那么有个利益问题 而这个呢 形象公关呢 他聘请这些公关公司 虽然非常有名 但是这也为政府机构工作 但是基本上 像中国这样大而无淡的 为一个形象去公关 我觉得这个想法 本身就是幼稚可笑的 因为这个形象是靠自己 日式级月为 展现给世界看待 内政如何外交如何 那么你就算是 这些公关公司口吐连发 只要你在国内 打压这些意义人士 是政治反对人士抓人 然后就强迫这个 他们让央视认罪 包括强迫外国印记忆的人士 让央视认罪 一件事就足以毁灭形象 好 谢谢何女士 夏家长我最后想问你 就是说中国做这个形象工程 其实不外乎为自己的利益 那么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利益 在西方面里怎样的处境 现在是四面楚歌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他现在已经到了 只能用钱来买入的 这样一个程度了 到处撒钱就要号称大撒币 大撒币呢 它主要是短期效应 你今天给我钱 我说你好 跟70年代的时候 那个外援是一样的 当时毛泽东 让中国老百姓 过那么贫困的日子 却把大量的钱 给了非洲 一些穷困的国家 他们那时候 是表面上配合你 那些黑人都在学习 毛泽子主席著作 拍了好多照片和电影 那事后呢 当你没钱的时候 他马上一转脸就骂你了 所以没有用 他这都是短期的效应 所以那个形象工程 尤其是说 只能讲一个国家好 讲一个执政党好 而不能批评他 这本身就是 对你这个形象 最大的一种抹黑 所以说这种呢 是不可持续的 它也事实上 在浪费老百姓的 这种血汗钱 对有一句 中国的老话就是 人正不怕影子邪 对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 时政评论是何清烈女士 以及美国家图研究所的 夏月良博士 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收看 另外呢 请您使用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 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卫视留言板 您就可以对 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 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您也可以到 美国之音争鸣论坛 在Facebook 或者推特的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呢 分别是 Facebook.com 斜线 VOA BBS 和Twitter.com 斜线 VOA China 我们期待 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将关注 无为事件 与爱国留学生 以及迪斯尼梦 与中国梦 是碰撞还是重叠 请您在北京时间 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 VOA卫视 我是宇舟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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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